改写成什么 这个所谓的成绩好了 其实我的习惯是这样 当然你可以按右键 再new 一个 module 名称的话也许就是给它一个叫什么 给它叫成绩 或者叫 scope 也可以 打中文打英文都可以 ok 然后 finish 记得打在 name 就好 package 可以空白 finish 然后这个 template 你按 cancel 我习惯就直接 cancel 掉 然后你可以把这个成绩这边 Ctrl C 然后呢 Ctrl V 贴上 ok 那这边的话呢 这个变数名称 如果你不要 add 取的话 你可以自己再取一个其他名称 比如说你可以用 Ctrl Ctrl 加 F Ctrl F 是取代吧 如果这个变数 你不要用别的 Ctrl F Ctrl F 它就会是 就是寻找 然后你可以 replace with 那比如说你可以换一个名称吧 叫什么 scope 也许你这边的话 打一个 edge 变成 scope 这样的话呢 把它 replace all 它就会全部把那个变数名称全部取代了 ok 这样也是一招 因为有时候你可以拿来范本 不然的话你要重新再去打一些程式 其实也有点麻烦 然后把什么 把这个改成成成绩 请输入成绩好了 ok 请输入成绩哦 然后呢 再来的话就是什么 如果什么是A 基本上的话呢 score应该拿这个来复制好了 因为它Ctrl C 拿这个下面这一段贴到这边来好了 如果它大于等于多少 大于等于80 而且小于等于100 小于等于100 基于这个之间的话 那应该就是A ok 那当然你这个放前面这个放后面其实都没有关系 两个可以颠倒 ok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else 如果它大于等于多少 大于等于70 ok 然后呢 小于80的话 那就是什么呢 B ok 然后再来的话呢 如果它是大于等于 大于等于60 然后呢 小于70的话 那就是C ok 剩下来的话呢 就是D 这样的话我们就把那个这个成绩的多重判断呢 把它写好了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有的时候啊 如果你怕那个结构啊 你打 有时候有这个东西啊 真的哦 是没有很复杂 但是说真的 你刚才要把它背锁 有时候有时候忘东忘西 尤其那个冒号才会忘了打 有没有 然后常常扫这个扫那个 或and 大于等于那个搞不清楚 那就容易出错 那你可以拿刚刚的当成犯 把它储存一下 执行一下看看 弄一下看好不好 如果我今天输入一个成绩啊 比如说他打他85分的话 那应该输出A嘛 没错 ok 那如果我今天输入呢 55分 他应该 一二三四都不是 到4 就D ok 那应该没错 所以也许请各位 再把刚刚那一题 稍微做一个 改变 就是改一下这个逻辑 那做完这个之后的话 我们要再更复杂一点的 ok 就下一个题目的话 现在只有输入一个资料 如果你要输入两个资料 什么两个资料呢 比如说呢 你可以开启这个浏览器 然后呢 Google一下搜寻一个关键 叫BMI BMI Enter一下 那你会发现 第一个 这个叫BMI值的计算器 基本上呢 我们可以按照 这一个BMI值 这个是亚东医院的营养科的 排第一个的 然后我输两个资料 第一个资料是身高 请输入身高 不过呢 一般有的时候 有人蛮在乎说 我是170.5 他会觉得 1.5很重要 所以你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 你就不能用RNT转型 因为RNT 他会把1.5拿掉 就不见了 ok 那他体重也是一样 可能有人也会有个什么 50.2 他点2的话 ok 那最后的话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 得到一个BMI 该怎么做 第一步 就是那BMI的 这个公式 好像上面有 BMI的公式呢 就是什么呢 输入的体重 除以身高的平方 那身高的话呢 你必须用公尺 不能用公分 所以输入的时候是公分 比如说我今天一机器 你要变成公尺 你必须除以百 才会变成公尺 ok 所以如果你没有除以百 这个动作的话 那得到的结果 也会是错误的 ok 所以我们如果假设 第一阶段 我希望输入两个 一个体重 一个身高 然后呢 计算BMI Print BMI 冒号等于多少 该怎么做 ok 第二阶段的话呢 就是再针对BMI 假设它小于18.5的话 那表示它过轻 如果它是18.5到24 叫正常 那如果24以上的话呢 就等于叫过重 ok 所以如果你是在这个Range 就过重 那如果你在更高的话呢 就轻度肥胖 中度肥胖 跟重度肥胖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变成说 会有过轻标准 然后肥胖会有 这个有四种 所以总共有六种逻辑 你要做判断 那试试看 有没有办法把这个程式写出来 所以呢 也许你们可以试一下 这边再按右键 new一个什么呢 other 这个module 然后这边打一个BMI 好 BMI ok 然后按一个finish 然后cancer 接下来就可以开始撰写 那如何撰写 ok 请各位试试看吧 所以BMI先算出来 然后再做逻辑判断 ok 试一下 ok